焦点大会台湾台北跟高雄都有捷运 不过台中也不甘示弱 推出了捷运式公车 也就是简称BRT的快捷巴士 BRT昨天开放试程 从台中火车站开到东海别墅 将近1000个试程民众几乎都非常喜欢 而且因为从头到尾几乎都不需要等红绿灯 所以有人说这坐起来 感觉像是坐在一个畅行物足的警车 更有人说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大人物 而BRT快捷巴士将开放民众试程 到7月14号 而且上路第一年将会让乘客免费搭乘